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第十四組 第十四組這個作品 這個作品很特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都是官方出版的漫畫 剛剛出版的動畫 剛剛出版的遊戲 同人的製品 同人製的遊戲 這是第一組 唯一的一組 這是在2012年有一個作家叫做Kori 他獨立自己製作發布的一款PC平台上面的一個恐怖動作遊戲 他用的軟體叫做RPG製作大師 很多人用過 也有很多遊戲是用這個軟體做出來的 那好的壞的都有啊 很多很爛的遊戲還會被人來實況 那這個作品倒是一個好的作品 RPG製作大師做出來好的作品 這個遊戲叫做《易恐怖美術館》 他講的是說我們的女主角 Eve跟她的父母一起到美術館裡面去逛展 結果越逛越逛 奇怪什麼身邊的人就都不見了 不知不覺都不見了 那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美術館到底藏著什麼樣的秘密 就是這款遊戲的故事 那裡面的女主角當然 今天由第44組的參加者喵月以及張雨燒帶來的角色 一個就是本遊戲當中的女主角的秘密 她很小所以她很多字看不懂 這個看不懂讓很多的玩家受盡了苦頭 另外一個角色呢 是在美術館遊樂的時候 遇到的一個女孩子很不怕生 很快就跟她打好關係的 叫做Mary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第44組的參加者 毛月以及張雨燒帶來的 一羽恐怖美術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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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Méory 讓我愛比請走多指教 在颜色梦见的世界中 丝上纤纤的眼红玫瑰 旁旁东空穿着云圈 又去绝望着有地消除 像在这梦中铭刻上来 融入着美丽的梦境花中 在预抵着空虚的几点 没分析的存在在那里 哦 全温柔的时日 你都放错了玫瑰 在预抵着空虚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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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预抵着空虚的时刻 这个作品有中文官方网站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查到这部作品的资料